大家知道為什麼有時造型師老手會輸給剛出道一年的造型師嗎 明明技術很不錯 但接案卻沒有很穩定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琳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達到月入二十萬的七種方法 我身邊很多造型師朋友技術很不錯 但是常聽到他說接案真的是越來越差 可能是環境不好或者是造型師太多才會這樣 但是我身邊也有很多才剛出道一年卻經營的有聲有色的造型師夥伴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是為什麼呢 目前很多資深造型師跟不上趨勢變動 不會使用美機美圖 影像製作或社群媒體的經營 導致它的曝光度下降 客源越來越不穩定 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年輕造型師踏入職場 他們善用社交媒體影片來宣傳讓更多人看到他們 也會用修圖軟體把自己的作品修得很漂亮 而一般人只看照片根本就分不出來到底哪一個造型師比較厲害 消費者會被整體炫目柔美的畫面吸引 導致一年的新手打敗資深老手的情況 以我的資深經驗來說好了 我剛出道的時候是大學快要畢業 那個時候我已經在國內國外得到了很多的大獎 到米蘭法國去比賽 得了金牌國手的一個頭銜 在台灣 教育部長親自頒發了季子之光的最高頭銜給我 我擁有一屋子的獎杯跟獎牌 我那個時候覺得技術就是等於一切 認為畢業之後我會到大公司上班 領一份很不錯的一個薪水 但天不從人願 我畢業那一年是2008年金融海嘯 大家還記得嗎 全世界都在裁員 我一個大學生又能做什麼呢 畢業後我換了六份工作 都是跟裁妝造型相關 我從櫃姐 保養品業務 高中大學業師 補習班講師 我的底薪不超過兩萬五 但是我去一趟歐洲比賽 就要花掉我十多萬元 每一場比賽都是用錢堆疊出來的 我媽在我身上的期許 大家可想而知吧 但是我畢業之後 卻值零兩萬無底薪 吃飯 交通 住宿 付完之後 一毛錢我都存不到 你能想像我有多悲痛嗎 在不知道怎麼做的情況下 我空有一身技術 接案卻很差 新娘妹叔半年只接一場 如果是你的話 到底是要繼續堅持還是要放棄呢 後來我發現技術好是基本 如何讓大家看到你 知道你在這個時代更為重要 所以後來我鼓起超大的勇氣 自己出來創業 在創業的時候也是風風雨雨 因為一開始真的沒有錢 沒有人脈 沒有像樣的辦公室 初期真的很像在撞牆 但經過不斷的努力下 最終我成立了品牌 以及有各大時尚品牌的邀約不斷 新娘秘書的案件爆量 在高峰期的時候 有30位造型師一起合作 連續三屆成為金鐘獎指定造型團隊 並且帶領他們成為亞洲杯評審團 兩年前我還成立了國際協會 最感動的是 我有能力可以帶夥伴員工旅遊 你想想看當初連自己的薪水都付不出來的年代 因為我沒有金山銀山可以靠的父母 在一樣的時空背景之下 我相信我可以 你們也一定做得到 你也可以很不平凡 不管你是不是老手 或者是說你可能接不到案 又不知道要怎麼做 不懂得行銷 現在 我來告訴你應該要怎麼做 不用高知名度月入20萬的七種方法 第一 累積神鎮作品 在累積作品的時候 如果只是找一般普通漂亮的模特兒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吸引到顧客的一個目光 無論你做再多 都只是白供 不要為了省錢 找不用費用 或是沒有很漂亮的模特兒 那最後呢 你只會離成功越來越遠 俗話說 不用錢的最貴 第二 善用社群經營以及發文技巧 來增加我們的客源 你必須了解你經營的平台規則 例如像是照片的顯示大小 或者是說像是Facebook的頁面 發文超過四張照片的話 右下角就會顯示更多 如果有客人對你的作品有興趣 就會誘發他點下更多觀看 以Facebook來說的話呢 越多人的點擊按讚或留言或越多的分享 Facebook會認為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他會讓這篇文章讓更多人看到 例如你可以PO兩張照片 文案你可以寫 大家覺得哪一張比較好看呢 這就是在誘發大家來留言 或者是你常可以看到說 請按讚留言加分享可以抽小禮物喔 這些等等的方式都是在促使互動的產生 將你的文章定位成一個好的文章 讓平台為你大量曝光 第三行銷操板的三大步驟 可以提升我們的曝光度 首先文章要有紮實的內容 這個部分可以參考前面第六集的第四個盲點 有教大家怎麼樣寫文案喔 第二再搭配廣告行銷導入流量 把這篇文章讓更多人可以看得到 當客人開始追蹤你 不久後就會成為你的顧客找你服務 最後第三成就口碑 這些步驟要持續產生好的文章 並做好後續行銷 第四口碑式的行銷 當你很用心服務你的客人之後 你會得到一個好的讚賞以及評價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請客戶幫你分享推薦文 可以在Facebook PTT IG Dcard等平台上面做一些分享 你就會在網路上開始能夠搜尋到你的文章 擴大你的網路聲量 這個步驟要持續產生好的推薦文章 收集他們 這對你後面的機案會有很大的幫助喔 第五錄製影片提升知名度 作品很漂亮但沒有辦法從中了解造型師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說話的感覺是怎麼樣 以及他整體的專業度 而現在的人也越來越多喜歡看影片了 他們更勝於靜態的照片 若能夠定期的錄製影片分享你的專業外 也可以透過影片對你這個人更加的認識 他們就會對你產生越多的信任 進而下訂買單 第六 用講的就讓客戶下單的話術行銷力 在第二集中我們有提到造型師需要跟客戶溝通 如果你不善於溝通的話 沒有辦法理解客戶想要的東西 這樣很容易讓客戶覺得不夠專業 我有很多的客人是不用試裝就直接下訂的 一方面是他們對我非常的信任 另一個部分就是要善於解決他們的問題 這也顯示了溝通的重要性 但大部分的時候啊 客戶並不會主動的提出問題 而是要我們去發掘他的問題喔 所以一開始你需要先學會觀察 先從五官穿著平舍打扮 初步了解對方的喜好 再請他提供一些他喜歡的造型圖片 以及活動當日的服裝 並主動提供相關的專業建議跟圖片進行溝通 如果他覺得你很親切很細心 很會為他著想 其實很多時候啊 你讓客戶覺得交給你非常放心的狀況下 他們就會買單 所以引導客戶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屎板板的等著對方找你喔 這部分其實可以列出很多的情境題 跟艾令團隊富有經驗的老師們聊聊 我們都會很樂意告訴大家 應該要怎麼樣回應會更好 第七點持續力 其實啊最困難的是堅持下去的持續力 以上我說的六大方法 如果你作品只拍一次 影片只拍一次 行銷文案只做一次 那不管是誰 距離成功都還很遙遠 如果華特迪士尼在他的主題公園設計裡面 被打回了302次之後 他就放棄了 那現在就不會有迪士尼了 我知道一個人要堅持下去 可能不是很容易 但是若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造型師朋友 一起努力 一起做作品 一起互相打氣 這樣是不是會更開心 而且會有更有行動力的持續下去呢 如果是真心想做的事 就值得我們去努力 這個絕對不是一條輕鬆的道路 但是卻是我們堅持想要走的路 人生財富 其中一個我覺得莫過於是 我開心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幫大家複習一下 達到月入20萬的七種方法 第一 累積神鎮作品 才能吸引到客戶目光 第二 善用社群經營以及發文技巧 來增加客源 了解與善加不同的平台增加曝光 第三 行銷操盤的三大步驟提升按援 適時的買些廣告 對你是好的 第四 口碑式行銷 讓更多的客戶說我們很好 第五 錄製影片提升知名度 展現更多的專業親和力 第六 又講的就讓客戶下單的 話術行銷力 多理解客戶要的 讓他們感受到你的專業 第七 持續力 讓我們一起堅持 用更快速的方法達到目標 七種方法相輔相成 缺一不可 造型師之路讓我們一同陪你輕鬆走 這集節目就到這邊 下一集我會跟你分享下單的技巧 別讓你的客戶懷疑你的專業喔 嘿 如果你喜歡這集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見喔